大家好,我是探长K,欢迎回到补影大案局 要说紧张刺激的悬疑要素自然少不了卧底、凶杀和结尾的惊人反转 但鱼翼熊掌不可兼得,能兼顾这三种元素 又把故事讲好的电影实在不多见 好在此刻阿K手中就有这样一部电影 如果你对此兴趣盎然,那么就请跟随阿K 一起来观赏这部悬疑区46号大案 完美陌生人 小罗是纽约一家报社的知名记者 这天他以宣传组织成员的名义去采访一位国会议员 小罗对议员调查已久,发现议员形势虚伪 施行了许多表里不一的政策 这种做派一旦被曝光,议员的支持率将会跌入谷底 面对小罗的揭露,议员慌乱不已 企图用贿赂堵住小罗的嘴 却没料到这一幕早已被摄像头传到报社的电脑上 被小罗的同事麦尔斯接收 掌握了这等证据,头条已入囊中之物 小罗和麦尔斯便在晚上来到酒吧庆祝 两人喝得正起劲时,老板突然找到小罗 通知他报道已被取消 理由是证人被收买,放弃了继续作证 对此,小罗气氛异常,完全不能接受 他长期的努力化为泡影,当即决定辞职抗议 失望而愤怒的小罗走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儿时好友格里斯 格里斯似乎有事相求 他向小罗提起希尔,一位广告界巨头 格里斯自述,他与已婚的希尔结社于网络 后来情投一合,在现实中也频频见面 可就在格里斯打算搬到纽约与希尔同居时 希尔却突然失联 被无视了数百封邮件后 格里斯这才意识到自己惨遭抛弃 他打算去找希尔的老婆对质 同时希望在新闻界颇有名望的小罗 能公开希尔发给格里斯的部分邮件 那些邮件无一不充斥着露骨的话语 足以破坏希尔的家庭关系 甚至使他身败名裂 尽管小罗对此毫无兴趣 可对方毕竟是他的儿时好友 他还是接下了这份委托 然而一个礼拜后的某天 小罗突然接到了格里斯母亲的电话 老人满心不安的哭诉 格里斯已经失联一周 便向纽约警方送来通知 说近日在河中发现一具尸体 格里斯的母亲希望住在纽约的小罗 可以帮忙辨认 安慰过这位悲伤的母亲后 惴惴不安的小罗来到殡仪馆 摆布下的尸体果然是格里斯 他的四肢划痕无束 面容惨不忍睹 躯体被浸泡的肿胀腐败 几乎成了巨人官 目睹了多年好友的这般惨状 小罗再也按捺不住反胃 在洗手间大口呕吐起来 尽管状态不佳 但小罗还是陪同格里斯的母亲 接受了警察的问询 而时小罗失去父亲后 格里斯的母亲 对这对无依无靠的母女十分关照 为了报答这份恩情 小罗也在此保证 自己会尽力寻找格里斯死亡的真相 作为一个行动派 当晚小罗便联系埋尔斯 这位值得信任的同事市民黑客 能帮上自己很多忙 眼下小罗怀疑 格里斯之前曾提到的广告界巨头 希尔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希尔的妻子十分富有 家族产业巨大 为了保住这份不菲的财产 希尔有充足的动机 杀害企图揭发自己的格里斯 为了寻找线索 麦尔斯黑进格里斯的信箱 寻找有关希尔的信件 果不其然 格里斯与一个叫广告狂的用户 有大量邮件往来 并多次威胁这位用户 由于希尔就从事广告业 因此小罗认为希尔就是广告狂 但麦尔斯建议保险起见 最好还是先和广告狂通信 这样就能通过这份记录 黑进广告狂的邮箱 进而确认他的身份 为了掌握更多线索 小罗在希尔的公司中谋求了一份兼职 他化名凯瑟林潜入其中 四处打探有关希尔的情报 并通过工作的便利 收集希尔的毛发皮屑作为证据 在此期间 小罗发现希尔是个花花公子 热衷和不同的女性亲近 第一日调查结束 筋疲力尽的小罗回到家中 身心的困乏使他很快沉入梦中 就仿佛溺水一般 在梦里童年的记忆涌上心头 小罗看到自己彼时尚未过世的父亲 站在浴室里准备沐浴 男人半身赤裸 面容和善 却令小罗惊恐万分的自梦中醒来 白天 心有余气的小罗来到公司 还没开始忙 他就接到麦尔斯的电话 麦尔斯得到法医通知 说格里斯除了溺水之外 眼睛中还被检查出毒药 这十分罕见 小罗决定下班后 找麦尔斯相谈此事 然而电话刚挂 他就被突然进来的希尔吓了一跳 原来 小罗美丽的外貌和初衷的气质 早已吸引了希尔的注意 希尔对小罗表达了好意 并祝他能在晚上的活动中玩得愉快 尽管通过卧底行动 打探到了信息 但这还远远不够 为了能进一步接近希尔 并确认广告狂的身份 小罗和麦尔斯注册了 网络聊天室的账号 当晚他立刻开始行动 试图在聊天室中找到广告狂 并与其交谈 经过一小时的等待 小罗终于如愿和广告狂建立了连接 几句对话过后 远程操控的麦尔斯 借此突破了广告狂的防火墙 发现广告狂正是希尔 但在发现这个秘密的同时 麦尔斯的心中生起了一个阴暗的念头 他本就对小罗心存好感 得此机会便黑进希尔的邮箱 与小罗进行亲密交谈 与此同时 为了获得信任 小罗在聊天中化名威尼 这是过去一个希尔公司职员的名字 一个金发美女 但仅仅因为和希尔聊天 便惨被希尔的妻子开除 小罗藏在这个身份下 和广告狂交谈着挑逗的信息 却万万没想到 对面之人竟然是麦尔斯 次日 小罗再度收到了广告狂 也就是希尔的聊天邀请 希尔对威尼旧情难忘 在聊天中表露了见面的愿望 但同时 也不忘对现实中的小罗展开共识 现实中小罗和希尔约定 晚上在一家酒吧碰面 但在此之前 他要先去赴麦尔斯的约 讨论有关格里斯中毒的具体情况 见面后 瓦伊解释 格里斯死于癫邪素中毒 这种化学物质通常用于眼部手术 能使人的瞳孔放大 小罗听完后仿佛明白了什么 但时间紧迫 他来不及细想 又连忙赶往酒吧去和希尔见面 小罗盛装出席 还和希尔交谈甚欢 这引起了麦尔斯的不满 他抱怨小罗毫不考虑自己的感受 但刚到家的小罗忙碌了一天 已经疲于应付麦尔斯的个人情绪 他敷衍两句后挂断电话 又忙着同希尔网上聊天 两人这次交谈的话题更加露骨 但小罗绝对想不到藏在广告狂头像下 隐匿于屏幕背后的 竟然是刚刚才通过电话的麦尔斯 麦尔斯对小罗的痴迷和爱恋 促使他三番五次的行词恶趣为之举 只为至少能在精神上得到满足 经过酒吧的见面 希尔对小罗的感情也逐渐升温 某天他顺着亲自接小罗上班 鉴于此因 麦尔斯认为小罗可以找机会 去把一个间谍程序撞到希尔的电脑中 以此入侵希尔的个人邮箱 一旦得到证据 给希尔定罪一事 就已经板上钉钉 尽管这十分冒险 但为了证据 小罗还是照做了 然而在他潜入希尔的办公室 打开电脑 插上这枚U盘时 电脑竟因为反间谍程序 而疯狂的发出警告 要求使用者立刻输入密码 否则无法响应 密码是新的 电话另一头的麦尔斯也无法立刻破解 正在这紧要关头 希尔推门而入 惊慌失措的小罗和他正在通话的电话 被抓了个正着 好巧不巧 希尔这段时间正为公司中的内鬼忧心忡忡 眼前这一幕 简直是撞在了枪口上 小罗慌忙编造了一个借口 声称自己只是想留个字条 之所以偷偷潜入 是不想让同事知道 自己对老板希尔的迷恋之情 小罗自述 那张字条上写着两人上次见面时 希尔所提及的内容 尽管他看上去情真一切 但多疑的希尔毫不相信 正当希尔宣告小罗已经被炒鱿鱼时 小罗竟然真的拿出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字条 原来他早已做好准备 以应对被当场发现的危急情况 确认过纸条的内容后 希尔不仅相信了小罗 还对他好感倍增 他当晚邀请小罗单独进餐 在一家氛围暧昧的餐馆中 两人隐藏在红色的门帘后拥吻 正如先前隐藏在互联网的背后 进行亲密交谈 中途 小罗却往化妆间补妆 但他却忘记携带自己的外套 这时 麦尔斯传来邮件 手机滴滴作响 无聊等候的希尔听到后 好奇的取出手机 他看到了邮件上的信息 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被骗了 而且还是两次 愤怒为憎恶 是希尔在送小罗回家时 出言揭穿嘲讽 只是希尔没想到 小罗是为调查杀人案而来 他坚信小罗只是一名商业间谍 见此情况 小罗随即应变 承认了自己的间谍身份 尽管如此 他仍坚持声明自己对希尔的喜欢 但希尔回应他的 只有一串咒骂和粗鄙之鱼 计划的失败令小罗有些沮丧 但麦尔斯想到了新的办法 他决定作为电脑专家 化名前往希尔的公司 帮他检查电脑是否遭到入侵 他将借此机会 再次入侵希尔的电脑 麦尔斯在此之前和小罗约定 完成这项工作后 便在麦尔斯的家中聚首 一起观看并研究这份新证据 但麦尔斯迟迟违 在楼下等候许久的小罗 借邻居开门的机会溜了进去 并找到钥匙打开了房门 进入屋内后 麦尔斯仍旧不见踪影 小罗百无聊赖的探索房间 但在一个神秘木门的背后 他突然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这诡异的状况 使小罗满腹狐疑 他推开这扇门 顺着自己声音传来的方向 恐怖而离奇的一幕 出现在小罗的面前 一个偏激而成的人偶 驻立在桌子中央 他的躯干上贴满了小罗的照片 而人偶的脑袋 被一张巨大的小罗的大头罩所覆盖 仿佛象征着小罗本人就在此处 小罗对此目瞪口袋 丝毫没注意到麦尔斯已经回来 面对突然出口询问的麦尔斯 小罗被吓了一跳 他气其败坏地指责对方 麦尔斯却辩解到 每个人都有秘密 他为小罗做了这么多 不该仅仅因为一个人偶 就得到这样的对待 而且眼下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 原来白天麦尔斯来到希尔的公司 无意间看到了希尔妻子的摄影作品 那些作品无一不是人的瞳孔 在敌过颠切素后 瞳孔就会变成照片上的样子 而颠切素正是格里斯所中之毒 事实已经非常明确 能有理由和能力搞到颠切素 同时也具备作案动机的 只有希尔一人 证据确凿 受网在其 此日小罗便用威尼的身份 把希尔骗到酒店 而警察们早已埋伏良久 希尔当场被抓捕归案 法庭上 一切证据都指向这个男人 判决似乎毫无悬念 希尔以一级谋杀的指控被定罪 将在牢狱中度过余生 一切终于真相大白 尘埃落定 但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已经全部结束了吗 凶手真的已经认罪扶法了吗 小罗拧动玉室的拔门 水应声而出 童年的回忆也涌上心头 她的父亲是个当之无愧的混蛋 每逢洗澡时 父亲都会戴上小罗 进而对他造成难以磨灭的伤害 直到某天晚上 小罗的母亲推开房门 为了保护小罗 妈妈用长衣杆打退了父亲 进而杀了他 小罗一边回忆 一边把一瓶滇气素倒入下水道 这并非什么难以过得的管制毒药 但他被突然出现的麦尔斯吓了一跳 麦尔斯站在小罗背后 好像看穿了一切 将真相娓娓道来 原来邻居家的孩子格里斯 当年目睹了小罗和母亲抛尸的画面 多年来他以此要挟小罗 从小罗这里得到各种便利和帮助 小罗早已不堪重负 格里斯和希尔的事 让小罗觉得自己找到了机会 他杀害了格里斯 用滇血素下毒 以便嫁祸给能接触到滇血素的希尔 事实上他成功了 只是网页搜索时他浏览的许多信息 本不该在那个时候被想到 这令麦尔斯心生怀疑 随着进一步的调查 他还查到小罗的母亲曾开药店 想要得到滇血素并非困难之事 万事俱备之后 小罗只要把格里斯约出门 用迷药把格里斯迷倒 拿到他的毛发 注入滇血素 再找机会把毛发放到希尔的车中 这样就能嫁祸到希尔头上了 这也是小罗必须卧底在希尔公司的原因 天时地利人和 这简直是堪称完美的小罗造就的谋杀案 只可惜因一点微小的疏忽 被麦尔斯察觉到了端倪 此刻正是麦尔斯离自己实现愿望最近的时刻 他渴望占有小罗已久 眼下终于遇到了此生最大的机会 他如法炮制格里斯的所作所为 企图要挟小罗现身于自己 但相同的举动作用于相同的人 自然只能重蹈覆辙 用来回应麦尔斯的是一把锋利的水果刀 和不止一下的筒刺 是可格里斯相同的死亡 浓厚的鲜血从麦尔斯的胸口渗出 他的瞳孔也渐渐的像滴入了 颠邪素一般扩散开 麦尔斯成了谋杀的第二个被害人 但很快他也想成为凶手 哭喊着的小罗向警探打去电话 声称自己正在遭受麦尔斯的袭击 挂断之后 小罗拿起麦尔斯的手 在自己的脖梗上狠狠划出血痕 作为自慰和受伤的证明 他躺到麦尔斯的身边 拥抱着死者的头颅 伴随着两行泪水 他终于完成了完美的谋杀 《完美陌生人》是上映于2007年的 美国悬疑电影 如果以五星之来评价本片的话 RK认为巨星值得三颗星 故事的节奏比较缓慢 但反转实在出人意料 这样的对比冲击力十足 引人入胜 这里RK多提一句 这部电影的叙事方式 其实用到了推理小说中 常用的叙述性轨迹 这是一种通过改变叙述顺序 来误导观众的叙事手法 这部电影的结构也相对精妙 不禁让人想起著名推理小说家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名作 《罗杰一案》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此类型的故事呢 如果喜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留下片名 充分的RK一定会尽力满足 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阅栏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K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